跨縣市的夏制藝術節 今年已經是第三年舉辦 我們過去兩年的經驗 跟嘉義縣市跟台南市配合 都非常的順暢 非常的愉快 所有參加這個活動的民眾呢 他們都充滿了興奮 也充滿了這個回憶 今年報名的也相當相當的踴躍 我們是從島嶽開始 船火車 已經過家里市 已經過家里關 進入到台南市 沿途都有行動劇場的表演 所以說呢 整趟的這個旅程 可以說是充滿了歡笑 也充滿了這個驚奇 我們所有的參加的民眾 無關恭喜 爸爸媽媽 無關恭喜 孩子 大家都會留下 非常非常美好的回憶 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樣子 跨縣市的一個合作 能夠彼此帶動 互相結合的觀光資源 讓所有的縣市呢 都能夠互蒙其力 其實獲得最大樂趣的 還是我們的鄉親好朋友 我們也感謝 斗六火車站 給我們提供這麼好的一個協助 謝謝大家 其實去年 在前 是去年我就有參加過 那時候是朋友一起 幾乎把整個票全部給買了下來 那我參加之後我覺得很有意義 因為這很難得是連接嘉義 跟雲林之間的一個橋樑 而且我覺得藝術是可以很親民的 不需要上藝術殿堂就可以參 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一直覺得活動很棒 所以我今年又在來了